12月15日晚19点35分 CBA联赛 第20轮山东西王南篮坐镇主场迎战青岛南篮 本场比赛 山东南篮全华班阵容出战 经过双方四节奥战 最终山东西王92比121不敌青岛 遭遇三连败 12月18日 山东西王南篮将主场迎战山西南篮 西王南篮能否直播连败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场比赛 西王南篮共有四人得分上双 其中王主恒拿到了全队最高分25分5助攻 老将张庆鹏也有不俗的表现 产下17分外加7次助攻 豪汉林17分4篮板 主戎镇18分9篮板 首节 在面对全华班阵容的山东西王 青岛南篮第一节 就派出双外援吉布森开举手赶火热 连得四分王清零外线三分入狂 打成一波7-0攻势 小鲨鱼桃汉林自抢 自投打板命中摘得两分 王主恒外线胡顶三分打击 初中阵篮下梦幻脚步 晃击对手上篮命中 比分缩小至两分 王主恒张庆鹏三分相继打击 帮助球队反超比分 首节末端青岛队反击快攻约翰逊上篮命中 再次将比分打平 首节结束 山东西王26-26青岛南篮 次节 张成宇持球一条龙上篮命中 张春军分球王入狂 后者接球救投 三分再次入狂 约翰逊长传张成宇上篮命中再得两分 潘宁空位三分平稳入狂 王主恒反击上篮轻松打击 本节面对全华班阵容的山东南篮拥有外援的青岛南篮优势逐渐显露出来 第二节比赛结束 山东南篮47-58暂时落后11分 第三节王主恒三分连续命中拿下6分 吉布森外线墙投3分 篮球轻松入狂 青岛队篮下三人小配合打成2分 张庆鹏见凤插针 妙团攀明上篮得手 王主恒手感火热 外线三分再次打击 青岛队高尚蛇行上篮晃过对手 打板命中摘得2分 吉布森即兴臭头拿下2分 超远距离三分轻松入跨 相对于前两节比赛 本节青岛南篮占据绝对主动权 第三节结束 山东西王68-87青岛南篮 末节青岛南篮优势逐渐扩大 约翰却单打逃翰林 转身抛投命中 张庆鹏 李鸿汉三分持续 高尚外线三分回敬对手 篮下强投打成2加1 吉布森不定三分打进 锁定胜局 最终山东西王南篮92-121 不敌青岛南篮遭遇三连败 闪电体育孙东号实习记者 王海洋摄影张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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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